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挨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式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章 如果我們用新章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局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百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貼財、直神相關、證天財、官殺和證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斷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億的運程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章去預測未來的運程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就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但未來2015年的新章運程是怎樣呢 熟雞的朋友分別有194、1957、1969、1981、1993和2002年的 以立春後為準的 熟雞的朋友在2015年的運程認真麻麻 反反覆覆覆 其實部分熟雞的朋友在2014年的年底 即是11月、12月的運程已經急劇下降了 在2015年就真的要咬緊牙筋了 去到江 心情當然有屈結 以往人不運又旺 運氣又好 遇到困難都有貴人出手 但在2015年 貴人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所以要我們心理準備 其實2015年所遇到的問題 都是不容易解決的 最好就是以靜制動 但如果有病的 就應該盡快去醫治一下 在2015年熟雞的朋友 是一顆急聲都沒有 對公聲都幫不了多少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平常心 保持心境、平靜、開朗 希望是平靜地去度過的 2015年其實已經是一種福氣 辦事物強求 既來之、則安之 因為2015年 是有很多空聲入了中宮的 主要是有這個 囚欲、披頭、梳梅、地喪、血沙 囚欲是指一些災難 會令你做事綁手綁腳 甚麼都做不到 困難不重 即使解決完一個問題 又有另一個問題來的 通常都是工作上和錢銀上 於事不順的 另外,披頭、梳梅 都是主於家人的健康 是一般的 所以一定要留意家人 有病的話就應該盡快去醫治 如果沒有病的話 都應該去做一下身體檢查 地喪和災殺 亦都是暗時會有些 突如其來的麻煩和危險 所以屬雞的朋友 在2015年 一定要步步為榮 凡事小心 除了健康上的問題之外 地喪和災殺 亦都會同時只是金錢上 會帶來一些災害 所以屬雞的朋友 在2015年 要有心理準備 對一些突如其來的問題和災害 需要用到大量的錢 有時會出現入不孤知 而且人事上 亦都不容易去找到貴人的幫忙 1957年屬雞的朋友 就要小心廢和搶 1981年的屬雞的朋友 會面臨財政上的問題 亦都會破財 我本人極力建議屬雞的朋友 然後在2014年年底 就應該開始去教堂 看倫薩 登下教會 唱下聖詩 或者在家裏播放詩歌 多些和主爺騷歌 多些和主爺騷歌 騎一下土 或者聽聽聽金經 吃一下齋 做多些善事 多有多做 少有少做 不論你是做多一點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可以的話 就出一下街 買一下帆盒 米 買多幾支旗 人在做 天在看 亦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上天有好心之德 所以要留意的月份 分別有農曆的2月、5月、6月、9月和11月 熟悉的朋友在2015年 由於本身的運氣已經一般 所以盡量避免出席 一些碳病民喪的場合 以免招惹一些start 和負面的前場 至於有什麼催急避空的方法 風水佈局 長年可以瀏覽我的官網 天聖刺激動心裡的 申請感浪 又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定期 上傳一些最新資訊 最後祝大家 楊言行好運 分享視訊 身體健康 才運滾滾來